台湾桌球女團出戰16強賽 由我國一姐 鄭宜君 李軍 陳思雨和年輕小將 簡童娟 對上的是澳洲隊 才五戰三勝 台湾前兩點強壓對手率先聽牌 第三點 陳思雨小玉亂流 但趕緊調整之後 拿下了關鍵第三點 最終 台灣隊以3比0擊退了澳洲隊 下一場八強賽 將對上第一種子 中國隊 也將會是一場硬仗 八球進攻 多拍來回 我國桌球一姐 鄭宜君 帶領陳思雨和年輕小將 簡童娟出戰桌球女子團體16強賽 對上澳洲隊 第一點雙打派出陳思雨和簡童娟 學姐帶學妹左右合拍 威力無窮 兩人開賽就強壓對手 展現絕佳默契 以11比4 11比3 11比7 先拿下第一點 第二點單打由桌球一姐正一進 對上韓裔女將池明亨 開局你來我往 但是我們一姐隨後再也沒給對方機會多球猛攻 以11比5 11比7 11比4輕鬆收下第二點 我自己從技術上跟心態上 我覺得整個人都變得更成熟了一點 來到第三點 我們派出陳思雨 可惜遇到亂流 加上一次球排有點狀況 遭對手連下多分 雙方打成五五波 關鍵最後一局 好在陳思雨 YES順利收下 最後台灣女團就以3比0成功擊退澳洲隊 學姐應該都會教我要怎麼樣去磨合 努力打好每一場 晉級八強賽將對上大會第一種子 中國隊恐怕是一場硬仗 全民集氣繼續為我國選手應援加油 借楊宗彥 徐修明 台北報導 巴黎奧運賽事打得火熱 桌球男團 莊志淵 林芸汝還有高成瑞 今晚也將征戰八強賽事 對上第四種子日本隊 有球評認為兩隊實力難分高下 另外有民眾發現 桌球小將高成瑞 出現在體育運動贊助 媒合平台上 讓不少熱情的網友搶著斗內 還導致網站一度盪擊 台灣桌球小將高成瑞 這回出登奧運殿堂 奮力拼搏的模樣蒙翻了一票網友 前總統幕僚范網號 更在體育署新改版的 贊助媒合平台上發現他的身影 隨即就在社群上號召網友們 一起來斗內我們台灣的乖孫 結果立刻吸引大拼民眾掏錢贊助 導致網站一度盪擊 讓他驚呼 網站真的被阿公阿嬤們擠爆了 突然流量大增 我們昨天大概在一兩個小時內就排除 目前截至到剛剛為止 大概有超過700件的民眾 初步統一大概超過90萬以上 看看平台上清楚列出了高成瑞 除了備戰奧運 還有接下來的桌球錦標賽 牙運等所需費用337.2萬元 其中以參賽旅運費216萬元 佔比最高 但選手營養費僅有54000元 不少網友看了直呼 這會惡壞我們的金孫吧 但各界矚目的還是在6號晚間 高成瑞跟師父莊智元 以及小林同學林雲竹出戰的桌球男團八強賽 中華隊將要對決第四種子 日本隊力拼四強賽門票 對我們來講比較有利的是ABC的籤表 雲汝打第二點 日本隊也會把張本智和排第二點 雲汝的話他也經過混雙的熱身 適應整體的空間感 然後再來個人的單打 當然這一次張本智和的狀態也是非常好 所以真的很難從賽前去算定說 哪一隊是一定會贏 而抗癌女拳王陳念琴也將在7號星辰 對決中國女將第二種子楊柳 爭奪金牌戰的門票 楊柳去年接連拿下試錦賽 跟杭州亞運金牌 兩人也曾在杭州亞運上過招 可惜陳念琴吞下敗仗 這回換個舞台再交手 陳念琴先前已經喊話目標 就是要把金牌拿到手 記者綜合報導 高雄一名紅姓女子 為了幫兒子和準媳婦添嫁妝 把珍藏多年的金塊裸賺 等價值93萬多元的珠寶 請李姓銀樓老闆娘 重新打造成結婚金事 但對方卻因為積欠債 勿動歪腦筋 把這批金事變賣還債 紅姓女子苦等四個月找不到人 前往銀樓才發現 已經人去樓空 氣得報警 來到銀樓挑全新飾品 也有人會拿著就金飾 請店家重新打造 但講求信用的買賣過程 卻傳出有人真心患覺情 被騙近百萬元 事發地點就在這裡 當時銀樓鐵門拉下 招牌拆掉 但附近居民都有耳聞 離譜事件就發生在去年8月 起因是一名紅姓婦人 要幫兒子和準媳婦添嫁妝 就把珍藏多年的 2000多金塊裸賺白金鏈條 拿到店裡請李姓老闆娘幫忙打造成全新婚禮飾品 外加購買店內金飾一共價值93萬多元 沒想到老闆娘因為積欠債務 竟把對方拿來的金飾偷偷拿去變賣還債 富人前前後後等了四個多月等不到新飾品交貨 打電話也找不到老闆娘 到銀樓一看早就有人去樓空 還揪出這名離姓老闆娘涉嫌騙 騙金事不是第一次 其實不少人會拿著舊金打造清金事 其他業者傳說撇步 建議分批製作成品滿意再繼續交易 也對雙方都有保障 事件中老闆娘為了還債 害得被害者家人婚禮差點辦不成 最後被逮到毀了商譽 還涉嫌侵占被起訴 記者吳宗軒鄧銘高雄報導 一名多元計程車司機 日前載著三名乘客 從桃園前往新北 其中女主管因為很滿意 車上的點隔系統 霸氣給了五百元的小費 但最後一名男乘客在下車前結帳 卻向司機討回女主管給的小費 雙方還因此鬧上警局 我想要給那個司機小弟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不要 我再做一下 坐車坐得很滿意 女乘客打開錢包 直接給小費五百元 謝謝謝謝謝謝 司機超開心 但美好時光沒持續多久 女乘客下車後 載著男乘客往下一個目的地 正要結帳時 總共是一千一百二啊 我剛剛主管給你五百塊 你要扣掉啊 那他給我小費為什麼要扣掉 聽到這句話有夠傻眼 小費變車資預付到底是哪招 跟我所討那五百塊小費 他說那個是主管要支付車資的 但是在影片裡面很明顯可以聽到 那是主管要給我的小費 這名多元計程車司機載著兩名主管和一名下屬 從桃園出發要去新北 女主管覺得車上點隔系統很不錯 給小費不手軟 但男下屬最後結帳卻要求逃回 司機覺得莫名其妙 對方氣得要報警 叫我載他去警察局 我也說好那這趟車資你必須要付 因為還是我載他去 他也說好票表跳到一百五 他也他卻直接走人 對方甚至向車隊投訴說司機超收五百元車資 讓當事人超無奈 本市美式一裝卻鬧進警局 雖然很感謝女主管給的小費 但為了五百元飽受精神折磨 司機決定歸還小費 恢復平靜心情 記者梁紫月蘿博充新北採訪報導